好 觀眾朋友我們就首先來看看 因為在今天我們當然非常的關注就是 到底現在你是韓國瑜選贏比較重要 還是吳主席啊 你當立法院的龍頭 當個立法院長 您覺得比較重要呢 大家都在問 都很想知道 尤其是當這個名單一攤開來之後 黨內的反彈聲浪很大 也包括今天我們在座的羅志強議員 都怎麼樣了呢 都跑到黨部前面去靜坐啦 這個一夜沒睡其實真的是身心俱疲 但是在今天早上吳主席來了 結果兩個人就見了面 而且還有一段談話 我想這個談話 我們還不如先來聽聽看 這個志強議員 你先來說一下 你今天看到吳主席 他今天跟你一番對談 到底你的心情 現在的感受是什麼 靜坐一夜 兩夜難眠 實際上從前天晚上看到 這個不分區名單 其實那天晚上就幾乎有點 幾乎睡不著覺 我來打電話給游淑慧 跟他講到這個名單 覺得真的是失望透頂 所以後來在隔天 其實就跟淑慧商量 我就覺得說可能要來有一個 表達我們意見的一個強烈的動作 所以我後來決定就是 發起了這個夜見 這個吳主席的一個活動 所以就到黨中央來靜坐 洪廷 洪威都有來到現場 其實我們的出發點真的非常的單純 今天早上吳主席他突然出來 就是接見我們 其實我是第一個很感謝他 你有很吃驚嗎 我是滿吃驚 我其實有點訝異 當然我第一個我要肯定吳主席 他願意來接見我們 知道我們在那邊靜坐15個小時 所以出來這個溝通 我覺得終究是好事 當然溝通過程當中 其實我自己坦白講我是滿難過的 因為我跟吳主席 其實也有共識之一 他也是我過去的一個老長官 所以我今天其實 聽到吳主席在講他的 很多的委屈 我心裡是有很多的不捨的 但是我也當場跟吳主席講說 我真的很希望吳主席不要誤會說 今天我們來到國民黨中央 就靜坐 是來去讓他難堪的 真的不是 我完全沒有這個意思 今天這個名單他的衝擊 當然對國民黨的選情 造成非常大的影響 單單不分區 可能我覺得就會讓國民黨 掉兩到四席 對 區域立委不知道會影響多大 總統選舉也不知道影響多大 不只是對國民黨的衝擊 是我當場也跟吳主席講 就是說事實上 這也是直接衝擊吳主席 為什麼 因為吳主席是這場選戰的主帥 他是要統軍作戰的 如果說今天不分區名單 這麼的難看 將來大家 如果國民黨的選情 發生了一個所謂的變化 造成我們今天選舉上的私利的話 大家一定會回頭去 就責吳敦義主席 當然 對 所以因此 我是很試圖告訴他就是說 今天我正是愛之聲 所以才見之切 就是說我就是因為 對吳主席非常的尊敬 所以我不希望他將來變成 是千夫所指的罪人 更何況今天放在不分區的安全名單 我也當場就跟吳主席講說 主席今天如果我是你的政治幕僚的話 你如果真的有心攻立法院長 我其實我沒有太大意見 甚至我覺得吳主席過去的資歷 也是足夠的 但是你把你放在不分區15名 不是更名正元順嗎 因為你要進到立法院長 我只問一個事情 要當立法院長 一定國民黨要過半 如果國民黨不分區 連15席都拿不到 你國會怎麼過半 所以你放15席 如果說國會過半的話 你就可以來選立法院長 我羅志祥第一個支持你 可是問題是現在 你把你放在安全名單 只有兩種結果 國民黨國會還是過半 也許大家OK 還是可以 是網座小人 你放第10跟放第15 你一樣可以當立法院長 可是萬一如果今天真的 變成放第10 結果國民黨只有10席或者 只有11席 那你吳主席 國民黨國會沒有過半 你也不可能當立法院長 你只會變成一個陽春立委 不再變成陽春立委 你還會招致外界 在選舉之後 認為說國民黨國會沒有過半 就是你把自己放在不分區的 安全名單所造成的 他就是千夫所指 對 千夫所指 這個我跟吳主席講之後 吳主席其實早上 我一方面覺得很難過 另外一方面 其實吳主席的說法 其實也讓我覺得有點 潑了一盆冷水 因為他的說法 讓我感覺他還滿堅定的 所以媒體問我說 你不覺得吳主席非常堅定 我跟他講說 我也沒辦法 我也很堅定 所以我決定說今天晚上 我會舉辦一場 國民黨中央前的一個 改革接獎 明天晚上也會辦 然後後天的中央委員會 開會的時候 我也會在國民黨黨外辦 為什麼 就是我希望說 還是要把聲音傳達給 吳敦義主席跟黨中央 這一場仗至關緊要 現在韓國瑜的選舉 已經萬分艱難 真的不要讓大家覺得說 你今天是前方吃緊 後方緊吃 現在萬事萬物 沒有比讓韓國瑜當選 沒有比讓國民黨 衝過國會過半更重要 吳敦義主席把自己 放在安全名單 但安全這兩個字 說真的就大錯特錯了 怎麼會是到安全的地方去呢 本來是覺得最安全8 然後變成4安全 因為8變成10 但都還是安全名單 都還是安全名單內 你真的認為說 國民黨這次席次 意思是會比上次還少 放直席 安全到這種程度 所以這個就是我要跟 吳主席也跟黨中央說 去看看洪秀柱 洪秀柱下去高 台南選最綠的選區 艱困的選區 對 我為了這件事情受感動 我是騎著電動摩托車 從台北騎了十幾個小時 騎到台南去 然後在那幫他做了 六場街頭會講 我告訴大家 那麼綠的選區 我講六場街頭會講 沒有被嗆聲一次 一次都沒有 很多民眾來告訴我 他不一定支持洪秀柱 但是他覺得洪秀柱 這樣的精神他很佩服的 所以你要知道 今天如果你真的做一件 讓人家感動的事情 你是可以激勵士氣 事實上也是可以讓吳主席 可以有他的所謂的歷史定位 所以真的真的 是為了吳主席好 才會今天迫不得已 到國民黨的前面去 靜坐15個小時 而且事實上 像剛才您有提到 就是說你在評估 就是現在 當看到這樣的一個 不分區名單出來之後 你會不但是影響到的是什麼 不分區立委 就是政黨票的部分 而且是不是可能 區域立委之外 最重要的是 其實還會衝擊到韓國瑜的選情 你怎麼評估呢 對 因為事實上 我過去曾經也俯選過兩次總統大選 你去看為什麼 最典型是2012選舉 2012選舉其實 那時候馬英九 他有主導不分區的提名 可是不分區提名 你就會發現他那個亮點打開 當年的王玉銘 他現在就是國民黨的 招牌的戰將在立法院 還有現在也放進 不分區名單裡面的李貴銘 然後還有包括說 其他一些財經 或者是金融專業的 那時候名單出來 大家是覺得非常漂亮 所以對總統的選舉 有很大的加分 反之意然 就是說這兩件事情 是所謂的相互流動的 總統會加持不分區 但反過來 不分區也會加持總統 如果總統狀況不好 當然也會影響到不分區 同樣的不分區名單不好 也會回頭去影響總統 選舉到最後打到最後 你就是1% 2%的勝負 有時候 你今天如果一個不分區名單 影響總統1% 2% 那就是勝跟負的差別 所以為什麼我洪廷 淑慧 還有我們洪威 這麼嚴肅的看待這件事情 是真的真心真意 是看到了危機的所在 如果我們今天 不站出來講話 我說真的 我會覺得對不起自己 因為我們如果真的在乎 國民黨的一個勝負的話 在這個關鍵時刻 我就希望能夠 黨能夠懸崖熱碼 至少現在壓力理解起來 然後開始讓吳敦義主席 有機會聽到聲音 明天可能就會召開一個 臨時的中常會 就下午2點就要換位了 也許在中常會 那就可能有轉環的餘地 就像今天早上吳主席說 沒辦法中常會都已經通過了 他也不能改 對 他講的意思不能改 對 很好 明天就有一個中常會 就可以去改 所以我覺得這個溝通 終究還是有效果的 如果說今天我們 洪威我們沒有站出來的話 我覺得可能今天的聲音 沒辦法穿透黨中央 可能就不會有明天的 這樣的一個所謂中常會的 改變的可能性 所以大家站起來 對於說今天對黨有危險的事情 一起站出來講話 這樣才能夠幫助國民黨 打進財產艱困的選舉 我們講的這個問題 其實對我們來講是滿沉重的 剛才志祥也說 因為昨天晚上在 他們幾位在我們中央黨部 在進座抗議的時候 後來我打電話給徐宏廷 我說宏廷你還在嗎 他說在 我說我來送宵夜給你吃吧 我覺得因為我一直 因為我自己本身 因為我現在還有 國民黨發言人的身分 你作為一個有黨職的身分 然後如果去做抗議 其實我剛才還是覺得 有一個尺度要拿捏 可是我覺得在我心裡上一直 這種情緒 一直沒有辦法 完全的把它放下 所以我後來就帶了雞排 去給他們吃 你知道嗎 然後韋翰後來也到現場做直播 直播 我們也談了一下 我要講就是說 其實到現在為止 我對於這份名單 我非常非常的憂心 我為什麼憂心 第一個其實 這個不分區的名單 事實上就是要讓國民黨 爭取政黨票 而且這次的選票 它是三張選票 總統 區立委跟政黨票 他是一起領這個票 所以這三張票都應該相輔相成 讓我們所有的支持者 拿到這三張票的時候 不管因為他要投政黨票 他要投總統 或者他希望投這個區立委 然後一起把這三張票 通通都入軌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可是到現在為止 我們現在這個不分區名單 包含昨天在現場靜坐的 有包含這個 不是只有台北市議員 還有黃靖平 桃園市議員 那麼有一些是我們 包含像鄭兆欣 有一些我們青年黨代表 也在現場 後來我還看到有要參選 那個最強的林佳欣 他也到現場對不對 我所瞭解 其實姊孟凱在這裡 我不曉得他能講多少 我現在知道就是說很多區域立委 其實都憂心忡忡 那個憂心就是 如果今天我們不分區立委名單 我們的政黨票 包含連我們的公職人員 包含我們的黨代表 包含我們的支持者 包含長期支持我們的媒體名嘴 都沒有辦法推薦這個名單的時候 你想想看 會不會影響投票率 你知道嗎 我這兩天有多少人 我的同學 我的朋友 甚至我的家人 都直接告訴我 對不起 我們這次不投政黨票了 我們這次不投政黨票 昨天我們接coE 好幾天是這樣 我老講 我的辦公室 包含服務處我的研究室 電話接不完 我助理說電話接不完了 通通都是來罵 然後說不要投政黨票 那好 你要讓我想想說 我要怎麼去幫你 去拉這個政黨票 是啊 我講半天 其實我幫立委助講 我真的 我沒有辦法講說 請你們支持我們的政黨票 我們如何去幫忙拉票 如果這樣下去 今年到底怎麼選 總統怎麼選 立委怎麼選 我想現在包含韓國瑜本人 或者我們很多區立委的候選人 都不大好講話 所以現在有 我們這次沒有選舉壓力的 出來說話 可能有出來說了一些話 有些人不高興 有些人會情緒化 但是這是真話 如果因為我們的不分區名單 影響我們的投票率的話 你想想看影響是什麼 總統大學大家講說 會影響韓國瑜選舉 當然會影韓國瑜選舉 還有會影響我們區域立委 我們不是希望我們的區域 我們的立委席次可以過半嗎 現在很多區立委都在第一線 大家都非常的緊張 所以老講我覺得 羅志強講的一句話 我個人是贊同 前方吃緊 後方緊吃 怎麼會有一些人 這麼樣自私的 覺得反正我今天 就是擠到這個名單裡面去 我根本不在乎 不在乎會影響總統大選 不在乎去影響區域立委的選舉 怎麼可以這麼自私呢 今天這場選舉到現在為止 國民黨還要亂嗎 不到60天了 要亂到這樣的一個地步 這個名單當然要調整 然後 對 我 已經 到了 好